下面呢 我给大家画一个侧面的虾 大家 看一下 同样是把这个色 也是调好了中色末 然后笔尖呢 薛微的 蘸一点浓末 这样开始呢 画它的虾腔 第一笔也是 第二笔呢 是补一下 第三笔呢 上面补也是补一笔 然后画虾的分水 笔尖呢 蘸一点淡末 开始画虾的虾身子 画虾的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前面说了是九个部位来改变虾的结构 在这个虾的这个我刚才说了在中部头第三节的时候 咱们变化呢就是从第三节变化 所有的虾的这个形式这个整个这个身子的变化在第三节上 第三节呢 咱们可以转成虾 就是说虾身虾就是这么画的 第三节的时候转 大家看一下这笔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然后画虾尾 虾尾呢为什么画一笔呢 因为虾尾下面的侧 大家只能看见呢 这个虾尾的一半 那一半就是因为侧过去就看不见 所以咱们只能画一半 画这个这个虾身的整个这个虾呢 然后咱们开始画它的部族 部族还是画三根四根都可以 然后画它的小腿 画完以后呢 画瞎的那个瞎前这部分 大家刚才看了 刚才我画的第二节的时候是弯的 这可以画直的 有说每个 我说的九个部分 每个部分变化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个当中变化 这个比如这一节画弯的可以 画直的也可以 这时候出瞎的瞎前 这边呢也同样 这边呢可以画一弯的 这样有变化 就是这个是直的 这是弯的 这是和尚的这是张开的瞎前 都可以 整个这瞎前画完以后呢 咱们就要画那个瞎的那个须 画瞎须的时候同样呢 就是说的一般呢是有画十根 有画六根的 但是现在普遍来讲呢 大家都认为画六根的比较清楚 画十根以后比较乱 所以现在一般呢就是画六根须 齐白石老先生就是早年呢是画那个六根 后来到晚年呢画就画的十根了 后来到了更晚一点的时候他又画六根须 所以呢现在普遍来讲都是画六根 现在他们还是从这个瞎头开始画起 形笔要慢 虚微转一转比 这儿呢显得那瞎特别的 瞎须特别的沉稳 往后画两根 画到这儿以后呢 还是咱们等着虾在那个八成肝的时候点虾的眼睛 这样呢虾的那个眼睛和那个虾的肠胃这部分呢 比较融合在这个整个你画这虾的当中 如果你画早了 那个虾的肠胃这部分就轰到一块了 你画晚了又特别愣的出来 这样呢就是看起来以后不舒服 所以要掌握这个肝的程度就是八成肝的时候 下面我们画眼睛 画眼睛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浓墨 胶墨 站好笔 用胶墨来画眼睛 在整个虾头的四分之一部分 画虾的眼睛 第一笔要顿住了 然后往里拉 画完眼睛以后呢 要画虾的肠胃部分 也就咱们通常还是说的一般叫虾脑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屈身虾也是侧面虾画法的一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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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